這是今天十點不一樣精神 帶您來看這個話題 台灣的有錢人比想像中的多嗎 瑞銀集團公布數據顯示說 淨資產在300萬到3000萬新台幣的準富裕 曾占了全台人口的45% 將近一半 這資料曝光引發熱議 有人說如果這樣子算的話 只要是背了房貸有淨資產 就算是準有錢人嗎 這讓不少房貸族們提早皆非 上班族買房 房貸壓力不小 我是2021年的時候 那時候買的房子 那時候買的總價大概是差不多1200多萬 那後續的話我是貸款了900多萬 那預計是要分30年多一個貪款這樣子 兩年前和未婚妻一起成為有殼一族 房貸佔了兩份收入加起來的三分之一 零薪水繳房貸的他們 竟然被歸類成準富人 瑞銀公布台灣財富金字塔 淨資產排行榜 淨資產在300萬到3000萬的準富裕層 佔了台灣人口的45% 人數大約是960萬人 所以走在路上遇到兩個人 其中一個就有可能是準富人 更何況就是說其實那麼多人其實是背得那麼重的房貸 所以按照這樣公布的資訊還有數據來說 突然就被歸類成富人這個階級 準富人這個階級 其實很不切實際啦 湊得出頭期款就是準富裕 被房貸追著跑的人 不免露出苦笑 我們台北市的市民 他買的房子動輒幾千萬 那他算不算富人 他有可能是他累積了一輩子的錢 在台北市可以買到房子 資料顯示 淨資產1.5億台幣的超級富裕層 有7.1萬人 3000萬到1.5億的富裕層 有69.3萬人 300萬到3000萬的準富裕層 960萬人 30到300萬的中產階級有698萬人 資產30萬以下的245萬人 貧窮跟富裕它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絕對 絕對就是說 例如說聯合國會畫出說 一條貧窮線 低於這個標準以下就是貧窮這樣子 另外一種就是相對的 相對的貧窮或相對的富裕 就是一個社會一定有前段半後段半嘛 那這個社會再怎麼有錢 除非你所有人都一樣有錢 不然他一定有錢有後 我認為啦 把這個300到3000以台幣來換算 大概就算是中產 而沒有到所謂的這個準富人樣子 那之所以會這樣的分類是 因為這是銀行 投資銀行的報告 然後他為了客戶的財富管理 他可能把它列為是準客戶 就是未來潛在的客戶 全台960萬人屬於準富裕層 也是五階層中人數最多的 台灣哪來這麼多 好呀人 這些各國像台灣 以淨資產排名的話 有一些會說是四名 有一些說是七名 與台灣放在全世界十四名來說的話 那這就是真的是前端班 美國是第二名 那像美國這種大國 他裡面就是有錢人非常非常多 那他有相對的一個窮人 所以你這種數據就是一個 可能會失真的原因就是說 我覺得還是要看中位數會比較準 主計處公布2022年台灣人的平均所得 年薪大概平均是在69.3萬之間 但是如果以薪資中位數來看的話 是51.8萬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落差 就顯示的是極高薪的族群 他們的薪水成長幅度越來越大 所以拉大了跟中產階級之間的距離 根據OECD 他們的一個中產階級定義來看 就是你的家戶所得或是個人所得 會在整體薪資中位數的75%到200%之間 所以以台灣家戶平均所得94萬來看 就等於說你每年要在70.5萬到188萬 這個區間才可以被稱為中產階級 若以在地視角來看 真的要被歸類為有錢人 要具備這樣的條件 台灣有一些私人銀行 他們可能會針對他們的VIP 有一些入行的門檻 基本上就是你的淨資產要在3000萬以上 可以稱為準富人 就等於說比如說你的有價證券 你的股票房地產土地等等 全部加起來3000萬左右的話 可以入行可以稱為一個準富人 這樣踏進這個圈子裡面 但是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成為金字塔頂端 除了你的不動產有價證券之外 可能你手上的可流動資金 至少就要有3000萬以上 才能被稱為富豪階級 盤點一下自己的戶頭和資產 如果離這個標準還有段距離 那我們一起再接再厲 TVBS新聞陳友翔華正森王 和宇台北採訪報導 今年來像是螺絲粉 四川冰粉 牛肉泡麵 甚至是肉夾模 這些中國大陸的美食在台灣遍地開花 從夜市到街邊店成為了台灣人美食的薰選擇 不過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中國大陸的小吃 在台灣形成蜂巢呢 一起來看看 三層肉搭青椒切碎 夾進炳嶺再零點湯汁 這就是基本款的肉夾模 源自於中國大陸陝西的著名小吃 現在成為台灣不少夜市的人氣美食 甚至還有街邊店 還有這款辣味的素毛肚 也從超商團購商品 成為店內販售的固定班底 甚至近一年的酸菜魚 一樣是紅到成為排隊美食 他們唯一的共通點 全部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從影音平台先紅起來 那我們也開始在團購上面 去做一些市場的室溫 就反應都蠻好的 所以現在在母語爽的部分 全台門市也是都是有販售的 中國大陸的美食 之所以能夠在台灣爆紅 有網友討論出了三種原因 第一個則是因為台灣 對於各國的飲食接受度比較高 而第二個則是重點在於一定要好吃 第三個是飲食文化上有相似性 在台灣確實有許多的異國美食 從日式、美式、泰式也各有擁護者 而中國大陸又因為地域性 和飲食文化相近 更容易讓台灣人接受 我們目前的話其實像粒子的部分 甘粒人的部分反應蠻好的 有些門市已經開始預計 他們在春節期間 他們會直接在現場做一些現貨的販售 未來的話其實在國外的一些小零食 我們還是會朝一些話題性、流息性的一些部分 去做一些商品結構的改變 很大的原因就是跟抖音這個傳播媒介在改變 那傳播媒介改變就發現說 這個抖音上面各種這個奇異的 中國在地各種有趣的美食在出現 那它就會影響到當代的年輕人 所以坦白講這個現在這個世代 那個流行的文化、飲食文化是跟整個流行趨勢 跟娛樂趨勢是密切連結跟相關 在社交媒體成為兩岸之間的文化連結 造成社群影響力 牽動年輕人的好奇心因而產生熱潮 而最近中國大陸餐飲界也刮起地攤風 餐廳裝潢走懷舊風 給消費者簡樸接地氣的印象 更容易引起大眾共鳴 網路的整個興起 台灣人以往可能還是習慣在IG跟FB 但是最近呢 我們已經發現年輕人開始在追所謂的小紅書啊 或者是抖音 那這些台灣跟大陸交流的平台 逐漸形成之後 當然相對的食物也會開始慢慢的流向台灣 再加上網紅推波助瀾 大量中國大陸的市井小吃要上台面 迅速攻占台灣街頭 不過中國大陸的小市風潮 能在台灣越吹越盛 但是餐飲品牌來台灣就不一定有優勢 主要是遷就兩岸關係 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受到波及 大家越來越追求所謂的差異化的在地的美食 因為太多這美國文化是一波 然後日本文化是一波 可是在中國的飲食文化 它本來就是要多元呈現 包括這種天津、重慶、上海 各個地方的美食 那這個東西還包括說 大家竟然是要快速要流行 它就不能夠太貴 所以你要解釋說這一波流行文化背後的意涵 所以大家會看到每三個月 你看看抖音流行什麼美食 大家就知道台灣接著要流行什麼美食 台灣的整個餐飲市場 在近期已經開始比較沒有所謂的新鮮感了 大家可能已經習慣了火鍋燒肉吃到飽 其實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酸菜魚在台灣 近期會慢慢的走紅 也是原因之一 有非常多的品牌或者是小型的店家 會開始到大陸去取經 把一些台灣沒有的特色商品從大陸引進 拜社群媒體所賜 中國大陸飲食文化的興起可能不只在台灣 常使用社交媒體的國家也可能掀起熱潮 而華人世界的口味又相近 鄰近的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 都容易讓中國大陸所流行的美食橫空出世 TV北新闻 王新唐何將而下單詞才會報導 來愛護我們的地球 聯合國預計在今年討論制定全球塑膠公約 全面規範塑膠產品的生命週期 所以各國在減送方面 現在也不斷加強力道 門市店員忙著將剛配送來的新鮮蔬菜上架 仔細看包裝有點不一樣耶 有用很透明的塑膠袋包著 也有這種霧霧的袋裝高麗菜 霧霧半透明的袋子 上面標注百分之百生物可分解袋 這是專賣有機蔬果農產品的連鎖通路 正在進行的減速計畫之一 用可堆肥生殖袋包裝蔬果 店內設有生殖堆肥袋回收箱 集中後送到農場進行堆肥 再用於種樹或是再製成可分解的生殖小花盆 常常來買菜的民眾不會覺得回收很麻煩 其實在賣場超市生鮮通路會產生大量的一次性塑膠包裝 而生鮮蔬果在保鮮和減速間相當不容易 像是蔬果裸賣 因為我們門市賣很多有機的葉菜類 那有機的葉菜的話 它因為有機法規的關係 它也不能夠沒有包裝或是混合這樣裸賣 它可能會有交叉污染等等的風險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 那你要怎麼樣保持這個有機的完整性 然後它也可以追踪嘛 所以後來就是 而且葉菜有一個困擾是 如果你在那個冷氣的空間 因為在我們是看到它其實是有冷氣的 冷氣的空間很容易就失水 就是會乾掉 所以一定要有東西去包它 以這家通路來說 他們的裸賣區品項有香蕉 桶肝 木瓜 地瓜等等 通常根莖瓜果類比較適合裸賣 環境部在2022年時和全聯 加勒福兩大通路合作 試辦蔬果裸賣和包裝減量 後來規劃再增加試辦通路 不過現在還沒有特別公布試辦成效 我們在希望可以透過試辦 去了解到說 到底現在各個蔬果裸賣 到底它可能會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包含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會增加很多的耗損率 或者是說在結帳的過程 可能會是不是有一些影響 我們目前還在整理相關試辦的結果 其實重複使用環保袋 網袋和直接淘汰包裝的裸賣模式 是最直接的塑膠減量 根據綠色和平和成功大學團隊的共同調查 發現每年來自超市十大類商品 就製造至少18億件大約1.5萬噸塑膠垃圾 可以散滿大約4443輛垃圾車 其中蔬果的非必要塑膠包裝比例最高 而聯合國預計2024年討論制定 全球塑膠公約 全面規範塑膠產品生命週期 台灣從2002年開始推動 購物用塑膠袋減量 但台灣一年平均使用91.7億個塑膠袋 根據統計台灣平均每人每年使用780個塑膠袋 比歐盟平均每人每年使用198個 多出四倍 環境部的這個措施都是以價質量嘛 這14個業態的裡面是不得免費提供 也就是你付費還是可以提供 那在這樣子的措施之下 我們的用量還是很高 那所以應該是不是繼續的 以提高更高的一個價錢 去增加這樣子使用上面的一個成本 我們看到法國政府從2022年的時候就宣布 要從2023年開始要有30多種的生鮮蔬果 是不能夠去使用一次性的塑膠包裝 那這個品項也預計會再逐漸的擴大 預計是到2040年都有一個減速的目標 台灣的政府在就是目前只有試辦也一年多了 但都還沒有就是正式的有法治化的進程出來 綠色和平認為環境部把最容易的部分做完 卻還不敢踏入尚未受限的地方 像是傳統市場 小吃攤販 早餐店等等 循環署表示將持續推動以下質量 循環服務等減量措施 環保團體希望政府能更積極面對塑膠污染 和全球氣候危機 別讓台灣在國際上落後 TVBS新聞 張正安 陳如環 王一杰推不到 健康的話題來關注 優質蛋白質對於健康老化跟慢性病是有幫助的 不過整體而言還是要以健康均衡的飲食為主 例如在烹調的方式上面要如何做選擇 美國臨床營養學期刊研究顯示 攝取比較多蛋白質 尤其是植物性蛋白質的女性 罹患慢性病的機會較少 研究人員分析 將近49,000名平均年齡為49歲的女性 自我飲食報告數據 參與者每日攝取的卡路里 大約13%是動物性蛋白質 4%來自乳製品蛋白質 5%來自植物性蛋白質 平均49歲的女性去做很大些研究 回溯了30年去做了一個同性 她發現尤其是中年的女性 如果說她以加強蛋白質的攝取的飲食 尤其是植物性蛋白的話 不但說可以在慢性病或健康老化這部分 得到很多的好處 與動物性蛋白質相比 植物性蛋白質便認為更有利於心血管的健康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兩者組成的氨基酸種類不同 植物性蛋白質有較高濃度的非必需氨基酸 而這類氨基酸可以改善血管內皮細胞的功能 進而預防心血管疾病 在老化的過程裡 蛋白質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它可以促進肌肉生長 防止肌少症 可減少跌倒風險 一般老人家我們都建議就是說以你的體重來講 在攝取1到1.2克左右的這樣的一個蛋白質 比如說50公斤的話 我們就要攝取大概60克的一個蛋白質 這樣才會足夠 那在蛋白質的一個質量的部分呢 我們一般建議就是說要攝取完全的蛋白質 不同屬性的蛋白質對身體的影響 與整體飲食的營養特性有關 我們稱這個現象為蛋白質包裹 protein package 舉例來說 攝取動物性蛋白質往往也伴隨著飽和脂肪酸的攝取 而攝取植物性蛋白質 就意味著攝取更多的纖維和多分裂化合物 也就是除了蛋白質本身的潛在影響外 食物中包含的其他營養素也可能會影響健康 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飲食對長輩們非常的重要 以均衡飲食為主 均衡飲食裡面的蛋白質 特別需要選擇優質的蛋白質 動物性的蛋白質裡面必須含有豐富的氨基酸 以雞蛋 牛奶 肉類 魚類為主 那麼魚類像鮭魚 青魚都是很好的蛋白質 肉質卵 植物性蛋白質裡面富含豐富的一個膠質 像黃豆 毛豆 或者是木耳 也是很好的優質蛋白質 雖然優質蛋白質對健康老化跟慢性病 是有一些幫忙的 不過整體而言我們還是要以健康均衡飲食為主 例如在烹調的方式 我們要選擇良好的烹調的方式 例如減少油炸 減少煎炒 以水煮 蒸 或者是烤為主 我會推薦大家使用一種211餐盤 哈佛餐盤的概念 也就是說在每一個餐點裡面 我們可以以兩份蔬菜 一份蛋白質和一份澱粉 來作為一個標準 植物性蛋白裡含有比較多的不飽和脂肪酸 植物多酚 膳食纖維等 而動物蛋白可能含有肉鹼 雅硝酸鹽 因此多攝取可能會引發身體過度的發炎反應 植物蛋白的話 大家可能相對比較沒有那麼熟悉 比較常見的像是豆漿 豆腐 麵筋 膚 全麥吐司等等這一類的東西 那動物性蛋白呢 相對來說是比較好吸收 然後它也比較富含像是鐵 鑫 維他命B 等等這一類的養分 是固然有其重要性 但是近年來有發現越來越多植物蛋白的好處 如果飲食中動物性蛋白質攝取過低 可能會導致某些營養素的不足 例如鐵 鈣和維生素B12 而人體缺乏這些營養素 就可能導致貧血或骨質疏鬆 因此我們還是要考慮飲食中 植物性蛋白質與動物性蛋白質的整體比例 專家表示均衡飲食很重要 對於糖尿病與高血壓病友來說 吃的順序也要注意 一開始先吃蛋白質和蔬菜 最後再吃澱粉 就不會攝取過多的澱粉 造成身體傷害 TVBS新聞王華麟 陳如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好 來跟大家聊聊壓力 人生歷程不可能沒有壓力 而這些其實就是一種生活的負載 也就是所有會耗損你體力 腦力或者是心力的大小事 來看看人生十大壓力有哪些 底下這一層它做直的 外面這一層就做橫的 這樣做起來就像一般我們古收的工燈 提醒著長輩製作燈籠的每個步驟 帶著長輩們一早動動腦也動動手 滑江裏辦公處幾乎每天都有活動 讓長輩們不無聊能走出門認識朋友 不可以悶在家裡 住家裡每天都是看電視什麼 這樣就沒問題 出來便宜來找來去逛一逛 我們有設計往理事長辦的活動太棒了 都不會無聊 都很開心來這裡運動 我們的漂亮旅長也對我們很好 我們就過得很快樂 有瑜伽老師 有排舞隊老師 氣功燒老師什麼都有 白天一人在家的李明幾乎聚集在一起運動 聊天畫家常 畢竟孤獨感長久下來 也可能引起心理上的問題 而人生當中可能面臨許多的壓力 像是退休就需要調整心態 我最常接觸到的其實還是高齡的長輩 那高齡的長輩他的壓力來自於哪裡 可能是他一整天沒有人陪他說話 然後家裡人就是尾獨居 然後家裡面的人也不是很關心 有點像是忽略他的心情的情緒這樣子 那對於老人的壓力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尤其像現在記者在變 那這時候他就會跟我說 我最近頭髮比較傻 我頭髮比較痛 羅列人生壓力的十種困境 除了退休 還包含青春期 財務狀況 工作壓力 失業或開始一份新的工作 慢性疾病 與重大傷害 搬家 結婚與籌備婚禮 離婚與分居 最痛苦的 莫過於至親的過世 我諮商的過程中會發現 結婚代的壓力並不小 因為在結婚的過程當中 常常是我們人生中 所有的親友聚集在一起 所有的人的意見最多 最需要整合 最需要調和 最需要溝通協調的時候 第二名是離婚 那我們台灣的離婚率也是非常高 那之所以離婚會列入壓力 或痛苦指數很高的這個部分 主要是在於離婚的歷程常常很長 那他常常伴隨著情緒 比較複雜一點 搬家痛苦指數很高 則是因為被迫的原因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被迫撤離 或是無家可歸 壓力源其實就是一種生活負載 也就是你的生活當中 會耗損你體力 腦力 心力的各種大小事 而一個人能否有效地面對壓力 則要看每個人的自我功能 如同做重量訓練 肌力越強 越能扛起更重的啞鈴 就像自我功能 而雅玲也象征生活負載 如果要舒緩壓力源 第一個當然就是要先找出 你壓力的來源是什麼 那這個壓力的來源是外在的 還是內在的 在諸商的過程中 還會協助他們找的是活力源 因為或者是說 怎麼樣把壓力釋放掉 或者是有些時候 他不一定是只有壓力 有可能是情緒 另外像有些他是需要再重新 找到生命的意義 或者是說 我需要重新找到 生命的一個重心 英國生理學會調查 43項壓力排行榜當中 就連休假飲食習慣改變 入學畢業都是壓力來源 人生歷程不可能沒有煩惱 除了要學習如何與之相處 也必須適時的請求協助 TVBS新聞和這樣一些單詞 開始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